烧水 敬心 茶席学员拿起闻香杯 先感受铁观音的浓郁香气 再开始品茶 从茶叶冲泡到茶叶释放甘甜 一连串细细品味过程 妙不可言 无形中也加深民众对铁观音的认识 像很多的刺激品 我们分辨不出来 多吸收一些茶的知识 尤其是闻山区的居民 那闻山又喘茶 侯运间有回甘之后 我会建议他们再闻一次闻香杯 因为闻香杯这时候 它的温度是降低的 它的香气就会更甜 会带一点甜味 那闻香杯就冷了 那可以就是叫他们用手 再搓揉一次闻香杯 那又有点温度他们再闻 它香气又会不一样 大小朋友用沾上油的双手 做搓又揉 成品就像跟捏黏土般 独一无二 趣味满满 原来要体验铁观音的口感之美 其实还有更多方式 这回老师教大家 将已经磨成粉的茶叶 融入麻糬 既健康又好吃 喂狮子 增进姿势 这样做很健康 大家在一起很快乐 和木榨的青农团 合作了两场的闻山茶学堂 之外我们为了让活动更丰富 我们还有结合就是 茶要用到的器皿 就是陶艺这一块 那陶艺这一块 我们是跟台湾非常有名的 陶艺嘉林松本老师来合作 银法族亲子相揪走出家门 藉由边玩边学实作过程 不但亲手感受在地特产与特色 也拉近邻里感情 记得顾餐用台北采访茅道